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 人们总是忙于追求物质与科技的进步 却渐渐遗忘了内心的宁静于思考 汇聚机构正燃起一盏盏智慧的明灯 为我们的现代社会带来了不同的光芒 汇聚成立是周宣的局势 他当时的目的觉得台湾人所信的佛教 好像神佛不分 所以周老师就想要来弘扬正统的佛教 我们要把正统的佛教的观念宣扬给社会大众 为接引对佛法有兴趣的人 曾辅导成立97所大专佛学社团 带动青年学子研究佛学 成为台湾佛法发扬光大的根基之一 在民国49年推动成立第一所佛学社团台大晨熙学社 由发起人波森曼担任社长 之后在民国72年成立台大晨熙校友会 至今40年设有理监事会 而目前汇聚机构的执行长也是由晨熙校友会推选出来 因应AI趋势 汇聚今年跨界邀请儒学与佛学专家 以先贤与佛陀的智慧 举办汇聚工艺人文论坛系列 希望带领民众走出焦虑 找回自在 有非常多人会在AI的年代里面面临失业 当人不再需要工作的时候 他要做什么 人工智能的来临会是一个人类非常大的危机 反过来说是个很重大的转机 因为它可以释放了非常多人的精神 大家可以从事于比较精神性的一些锻炼修持跟创造 太过于自由 以至于就是一种不自由 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事情 它其实背后是一个灵性锻炼的历程 有机会让人更像人了 我们人心在近百年来 严重的偏离 对说现在有很多的忧郁症 有很多的焦虑症 我们越懂的给爱 越懂的感受到爱 我们越不会再焦虑再彷徨 他如果真正是信佛的人 那他一定可以感受到心灵的力量 他可以知道说自己一面之间可以让自己快乐与痛苦 而且他不是一种自我催眠 而是他可以看清事实的真相 这样的感受可以带领我们做正确的选择 可以带领我们超越痛苦 现在人生其实才开始 我们可以提高这个面对死亡的品质 以至于我们可以很安然的 无病无痛的走入死亡 甚至最后在那个最后避弃的那一刹那 是你自主意识所做出来的决定 儒家跟佛家的智慧的光亮 能照耀这个时代我们所生存的世界 科技日新月异 人心 人伦 人文如何重新安利 人之所以为人 人作为人 它更核心的价值 这个从儒跟佛可以提供很多的养分 在此次论坛中 陈副教授也从中分享 现代人如何面对种种困扰 不安时的心法 我觉得最核心就是要世上磨练 要承认这世间都是一种虚像或假像 一切的外在的行动都在磨练人的意念 当我们有心灵的觉醒这个意识的时候 一切能跟你内在自信去对话的 从而形成的一个身心 不断的循序渐进的成长与养成 这些都是做功夫 有功夫 然后有这个自信 二者之间是怎么样对话聚焦 从而使自己的人格可以从自我 一步步地提高拔高 形成更超越性的自我 汇举机构63年来不间断地提供奖助学金 一类基近5000万元 鼓励青年学子研究佛学 辅导大专校院佛学社团开创与发展 为佛教带来青年学佛的新气象 而现在大专佛学社团市为 会聚今年4月举办九连周会 希望集各校佛学社团校友会的力量 为佛学社再新 持续提供更多资源 让社会大众对宗教之正向认知 为社会善尽正觉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